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餐导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 目内赫言的 宾死经验的启示 大家看了前几集的分享 内心都是很触动的 对人死后的世界 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可能有很多人就不怕死了 就觉得死后的世界 还蛮好玩的 蛮新鲜的嘛 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可以回到过去 又可以穿越到未来 好像大家看了一部 穿越的电视剧一样 非常的有趣 解开了我们心中 好多的问题 所以我想很多人呢 从此不怕死了 有死才有生 目内赫言死亡的时间 前后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之间 但在他的意识世界中 经历了几万年 太不可思议了 从22岁到55岁 在这几次的宾死体验中 目内给我们的信息是庞大的 我们也非常感恩 目内赫言先生 给我们留下的 他的这些亲眼 亲身体验的这个经历 也可以说肩负着 为人类解开 谜团的这种使命 他的宾死经验 就像一个 探索这些答案的旅程 从宇宙的起源 大洪水的真相 诺亚方舟等等 都详细做了解答 他还告诉我们 宇宙如何生成的 我们为何诞生在宇宙中 我们的存在到底有何意义 首先 讨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 我们身处在 由长、宽、高 所构成的三维世界中 在一维世界 看不到二维世界 在二维世界里 是看不到三维世界的 总之 我们就是居住在 长、宽、高的三维世界中 这样的世界 可以称作物质世界 所有的物质 都是以三维构成 另外我们知道有时间 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时间 但时间确实存在 为何说 时间确实存在呢 因为当物质进入物体时 从起点到终点的一串路径 是确实存在的 而这样的路径 我们以时间这个概念来解释 因此我们以 我们以知 长、宽、高的三维世界 加上时间 就是四维世界 到此为止 是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 最近最近好像还有人发表 世界上可能存在着 世间中移动的粒子 他在冰死中体验到的 既不是三维 也不是四维 而是多一位的五维世界 五维世界是有什么构成的呢 那就是长、宽、高 时间 再加上意识 因为我们在于三维世界中 所以对我们而言 想要想象四维或者五维世界 那是极为困难的事 但在冰死体验中 他体会到的是一个意识的存在 这个意识将我们的三维和四维的世界 团团包围 而且构成了整个世界的基础 而这个世界只能解读为五维世界 那个意识不同于我们在三维世界里 感觉到自己的意识 而是一种高维度的产物 在那个个体意识 与感觉不再重要 那就是像一种超越个人的庞大的我 非要用三维语言来说明不可的话 可以称之为大我的空间 在那里没有你 没有我 没有目内和言 什么也没有 一切都与巨大的大我相连 形成一个整体的意识体 其中似乎包含 从过去到未来的所有生命的全部记忆经验 目内和言将这个意识体称为巨大的意识体 顺带一提 现代科学目前讨讨论到有人说六维 有人说九维 现在甚至有人说是十一维 在22岁时 穆尼和言非常想要继续这场时间旅程 于是他想起之前看过关于大洪水的一篇文章 去看看这个大洪水到底是否真的存在呢 他对这个事一直是很感兴趣 所以他就一下子回到了一万五千年前 当他穿越过去后 眼前的场景把他惊呆了 地球上全是水 他看到诺亚方舟 而且他看到的诺亚方舟像一片片叶子卷起来的桶 然后他进到诺亚方舟里面 里面有三个巨大的球体 这个球的作用他并不清楚 但方舟不只是一艘 至少五十艘以上有很多 并且他坚信这个船不是什么古文明造的 绝对是比我们人类文明更加高级的文明制造的 所以他完全不能理解方舟的构造和里面的技术 看到这里 让他不由的想知道大洪水是为什么产生的 于是他继续的往前穿越 终于看到了大洪水的起因 在大概一万五千年的时候 一颗彗星与地球擦肩而过 彗星的主要成分是冰和水 由于它离地面特别的近 就对地球的引力拉扯 于是彗星上部分的冰就拉到了地球上 通过大气层变成了水 大量的水注入到月球了 结果让地球的海面升高了两千米 那个时候地球上已经有了高度文明 就是亚特兰蒂斯 他说亚特兰蒂斯人身高三米到四米 生活的地方是现在的海平面以下两千米左右 而且他还看到类似于恐龙的生物 它只是一种动物 被当时的亚特兰蒂斯的人饲养着 用作于骑乘和搬运 那时候的人可以活几百岁 所以他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 因为一个人的寿命越长 积累的知识就越丰富 当时亚特兰蒂斯的文明已经能够制造宇宙飞船 当大洪水到来时 大部分的人是乘飞船离开地球的 他们一部分进了金星 还有一部分去了更远的地方 也有一部分选择留在地球上 那颗彗星上的水基本上都落到了地球 彗星的核则被地球引力束缚 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月球 从那以后地球就进入了灾难的循环 问题都出在月球上 因为这个外来彗星改变了原先地球上很多的自然规律 原先地球上的水是真正的生命之源 经过阳光的照射之后就会产生生命 但彗星上落下的水就不行了 之前地球一天是25个小时 所以后来自然界中很多恐怖的现象 多多少少都和月球能扯上点关系 从那时以后留在地球上的亚特兰蒂斯人身高就越来越矮 寿命也越来越短了 木内核言所看到的加以解释的 给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如出一辙 最后因为木内很担心 他的穿越能力会消失 他就直接去找了宇宙的起源 木内之前认为宇宙的起源是大爆炸 但是当他穿越过去 看到的宇宙最初是一个庞大的意识体 后面这个意识不知为何发生了扭曲 在这个扭曲的系缝中 就产生构成物质最基本的粒子 这些粒子因为扭曲而发生了旋转 而粒子相互之间不断的结合 最终形成了物质世界 所以现在的所有物质 都是由最初的这个意识产生的 木内认为我们人的意识 就源自于这个整体的意识 人活着的时候是一个相互独立的个体 人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之后 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着个体 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吸收到 这个最初的意识中成为一个整体 我们来自于同一个意识 最终也会回到同一个意识中 个体意识存在于线粒体中 线粒体的重要功能是能力的创造 和信息的传递 线粒体可能是连接巨大意识体的管道 大脑不存在于心灵 心不存在于意识 大脑只是把线粒体提供的资讯 加以储存 演变 计算处理 再对身体各部分下达指令 以前的人类 是可以通过线粒体互相传达资讯 也建立了高度的文明 后因大洪水的原因 一部分乘坐飞船逃离了 留下的人文明寂静 实物短缺 所以自行切断心电感应这个能力 产生了可以说谎的语言 并将以前的高度文明 记录在石板上 同时 墓内也解释了什么是地狱 当一个人伤害了别人 给别人带去了痛苦 当他死之后 他的意识 在融入整体意识时 他给别人带去的痛苦 都会在同一时间 包住这个人的灵魂 之前给别人带来的痛苦 被重新体验一遍 这个过程就是极端痛苦和恐惧的 所以地狱就是一瞬间的感受 然后就会被吸收到最初的母体意识中 成为一个整体 木内认为人类的癌症表示的是细胞内电子过多引发异常增生 所以只要进行放电排出多余的电子也许就能治疗疾病 他还讲未来医疗技术是使用波动 不必开刀 用波动将细胞振幅提高 使细胞恢复能量 恢复活力 利用的是共振的原理 优点是没有副作用 当一个波动接近时 只有具有相同波动的细胞才会产生反应 这种医疗科技可能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了 古代的人也曾经使用过波动的医疗技术 例如占星术等等 就是利用星体的能量 另外木内认为 想要清除核辐射 只要使用核辐射为养分的光合植物就可以了 他呼吁人们停止物质化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任务和使命 人类要建起 以农业为中心的循环型的社会 最好大家都自力更生 自己种田 这样避免更多的灾难 我们的行为如果符合地球意识的方向来选择 认清自己的使命 守护地球的环境 都断恶修善 如恶莫作 众善奉行的话 那幅美好未来的图像将会实现 人们就会避免更大的灾难 他在书中最后提出 他的使命就是避免人类为名的第四次毁灭性的发生 其实木内赫言 他在这个宾死经验中所见到的 就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 比如说 完全用禅定的功夫 路甚深禅定 就能突破尾次的空间 木内赫言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正转 就是人录定以后的一个境界 这是他亲眼所见的 亲身接触到的 所以这个要比科学论证还要来的真实 告诉我们宇宙起源从哪里来的 从自性来的 你看最后还是要回归自性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当我们回归到本性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一体的 宇宙万物都是一体的 是一不是二 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呢 这是真心啊 真心就是佛 人人都有真心 所以人人都是佛 人人都能够成佛 为什么我们没成佛呢 因为我们有忘心 在这里面讲的 阿赖叶就是忘心 忘心我们可以用它 但是不能执着 让它来当助员 帮助我们办事 我们不能听它的 它不是主人 主人还是我们自己 就像木内赫言 它想回过去 它想看看未来 想看大洪水 想看宇宙的起源 它可以用它这个忘心 去给它做事情 就像它自己 它最终还是要回到 那个最大的意识体中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真法界 就是要回归到那里 才能成佛 如果有这种想法就对了 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不可以放在心上 因为心是空气的 心什么都没有 但是它不是无 为什么呢 它能够现象啊 阿赖叶是心里变现出来的 它能现象 所以佛教我们 要把身相看破 不要为这个身去造业 造善业 赶三善道的果报 造恶业 就赶三恶道的果报 所以轮回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自己的业力变现的 是自己造的 不是佛菩萨造的 也不是上帝造的 也不是鬼神给我们造的 都是自作自受的 这个佛经里面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这个呢 在木内赫言的这本书里面 也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明白了 如果大家有时间 可以把这本书拿来 重新自己去读一遍 一定会受益 到最后 佛告诉我们一句真话 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的 这是佛法讲到了究竟 所以从一体里面流出来的 万德万能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佛叫慈悲 这是性德 不是学来的 是自性里面本有的 世间人称为爱心 我们现在迷失了自性 这个爱心也没有了 只知道爱自己 不知道爱别人 如果你明白觉悟了 你才晓得 自他是一不是二 我爱自己 同时我也爱一切的众生 爱一切众生 跟爱自己是一样的 无二无别 一点差别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要爱整个的地球 整个的宇宙 所以保护地球 人人有责 希望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美好的未来 千万不要留下这个毁灭的未来 那怎么办呢 就从今天开始 逐恶莫作 众善奉行 断恶修善 守住我们美好的家园 墓内赫言 瀕临体验的启示 这本书 全部分享完了 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